从入口的地方就是会在扇形广场的部分 一进来在9月的部分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创作区 为了让阅读变得更有趣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在基隆塔周边廊带的 竹谱坛广场和扇形广场策划了海塔知识阅读活动 9月21到9月22 10月11到10月12号 共有四天的互动体验市集 即日起还可以拿着特色DM寻宝换毫礼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今年重新的升级之后 我们就希望它有更多的活动互动 不单单只有是来去看了解阅读 而希望它可以走入基隆 所以我们这次两场活动都结合 我们国门广场的大型的一些活动去做整合 那这整合的过程呢 我们当然就希望透过集张的方式 或者是走多方式 报名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基隆其实在这一年多发生非常多的变化 不仅是我们有共读基隆这个牌子 那更多我们希望透过集张的方式走到我们 可已经在做推广跟更多不一样的一个复合式的一些书店 去看看去了解 所以刚刚的集张活动的互动 在地变加的去探寻 现在就可以开始 然后在市集当天两天 我们其实每一场市集都超过十多场的体验活动 所以呢大家来其实也不会想说 阅读好像你都是要看着书本 它的体验活动很有趣 然后因为我们会准备好共享舞台的场域 让大家可以去展现 然后小摊组呢 也是我们特别想说 九月就是希望说孩子们也可以 把他自己的事情进行一个摊位的展现来发生 发出他想要发出的一些活动跟行动 所以其实到现在已经有蛮多亲子家庭 他们有来支持 然后就会去推动说 或者是在地的协会 他们是关心孩子们的协会 所以他们就会带着孩子想说 我们从练习怎么成为一个小老板 然后当然我们先不从开一间店开始 我们其实变成这个市集的 台塔师是一个平台 让大家来做一个当我当小摊组的练习 阅读系列活动也藏有许多小巧思 像是特色DM寻宝图 还可以折成小纸船 当成装饰品相当有趣 发挥互动与创意的精神 要让大家以多元的方式来阅读 基隆这座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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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